1月6日 中国印度尼西亚直达民用航空线 在广州白云机场举行隆重的开航仪式 中国印度尼西亚航线通航 印度尼西亚友好代表团 在团长空运部部长伊斯坎达的率领下 前来我国参加开航仪式 并应邀来我国访问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邝任农 广东省副省长曾升等 以及广州各界两千多人 在机场热变欢迎 中国印度尼西亚 架起了空中友谊桥梁 加强了两国乏裔人民的战斗友谊 安徽省宿县 储庄人民公社有很大一片湖洼地经常受烙 为了改变地产面貌 储庄人民公社从1962年起 就领导各生产大队积极修台田 挖沟渠改造湖洼地 修台田 是把地面提高 周围挖上壕沟 这样可以抗烙又可以防茧 是低洼盐碧地区 实现文产保收的有效办法 入冬以来 储庄公社的社员 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 走大寨之路 冒着严寒在田间奋战 工程质量好 进度也快 山西省益城县 农化公社和北杆公社的社员 大学大寨的革命精神 艰苦创业 同心协力 共同治理农化园 这个沟河地区 农化园的土地 属于农化北杆两个公社 这里沟多颇大 水土流失严重 这两个公社对它进行全面的规划 每日有几千个劳力 抓紧大地风动前的大好时机 集中力量 治理大面积文产高产田 宁夏回族自治区 平罗县 瑶福公社 各生产大队的社员 入冬以来 战胜天寒地度 从远处牧场 拉回了大批的羊分 永胜大队第八生产队 比往年提前半个多月送肥 施肥量也有很大的增加 这个生产队的种子 是经过田间挑选的 为了多打粮食 它们又精心地进行立选 瑶福公社的社员 变冬咸为冬芒 处处争取 做好春耕前的准备工作 位于八百里秦川的 陕西省兴平县 西吴公社北马大队 1964年秋季 获得好修成 村子里一片兴旺景象 要想夺高产 就当大寨人 入冬以来 一个携大寨 赶大寨的冬季生产运动 在这里展开 为了多建汉澜 保丰收的文产高产田 北马大队又新建了许多井 他们采用地面作业的方法 打井 弃井 在支部书记 韩志刚的带动下 大队干部 一面领导生产 一面坚持参加劳动 改良 盐检地 填起积水坑 北马大队 积极进行农田 基本建设 争取 以今年获得更好的收成 1月5日 我空军某部在中南地区某地 举行筑节受奖大会 热烈庆祝再一次击落美帝国主义 军用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重大胜利 吴富善空军中将 还颁发的嘉奖令 立功奖的人员名单 张廷发空军少将 给提前晋升军衔的人员授贤 张廷发空军少将 希望有工部队认真总结经验 更准更狠地消灭敌人 1月9日 周温来总理贺龙元帅 叶剑英元帅 罗瑞青大将 接见1964年11月15日 和今年1月2日 先后击落两架美帝军用 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 有工人员 1月12日 我空军某部在华北某地举行筑节授奖大会议 热热庆祝击落第四架美制奖匪帮 U2型间谍飞机的重大胜利 李中全空军少将宣读这次作战中 获得禁衔禁职奖励的人员名单 成军空军中将给提前禁衔的人员授贤 获得禁衔禁职奖励的人员 成军空军中将在讲话中 严正警告美帝国主义 不管他们耍什么新的花招 都逃脱不了被消灭的命运